不少家長都擔心自己寶貝染上COVID-19會不舒服 因此能接種疫苗時都趕緊登記接種 但現在有醫師分享有小病人是另類的天選之人 因為他染疫多次 這名女童因為不舒服 家長替他快篩出現兩條線 就醫治療才知道已經確診五次了 算一算等於是每三到四個月就得一次 而以過去的建議來看 確診後要接種疫苗得隔三個月 也就是說 這名小朋友完全找不到可以接種的空檔時間 其實以近期來說 國內症面臨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 從過去一週中中症的個案來看 平均每天有204例 為三月輕症免通報新制以來新高 而以確診總數來講 平均一天增加一萬例左右 來到兩萬例 預估六月下旬就會達到高峰 邊境減封 國人出國頻率增加 在防疫上也都逐漸鬆懈了 這都成為病毒入侵的好時機 因此醫師也建議 千萬別因為自己確診過了 有無敵信心存在就放鬆下來 在這敏感時間 還是得隨時提高警覺 而新聞聯網 許文男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